你的反守后场还打不准球发不上力吗 一个期间 让你的反守后场轻松向球 从后上底线打到上底线 你在打反守后场的时候 是不是总感觉 我们的移动一定要更快 更加的短处 所以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会直接向后移动 向球的方向移动 但是一旦你直接向球的方向移动 你首先的第一步 就是将身体转过来背对着对方 那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的头是很难观察到到这个球的轨迹的 好 就算你能观察得到 你在移动到位之后 你的击球点就是在自己的头顶上方 你在打的时候 肩膀是过不去的 发不上力的 所以我们的反守场一定要学会曲线救国 在后退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步 应该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到球的轨迹 所以我们应该是沿着我们的白线 向后电响步 留出我们右边的发力空间 并且这时候我们的头是可以180度旋转 准确的找到我们球的落点 其次就是我们要根据球的远近来做一个确认步 保证我们在机球的时候 我们的机球点不能在身体的里面 我们的机球点可以在前面中间和后面 但是一定要保证机球点在我们身体的侧边 顺利的将力量爆发出去 所以我们是根据球的远近来判断我们 跨多点还是少点 但是一定要保证球在自己的外面进行发力 来 分开 感谢观看